Hello 這次好像你有份唱插曲還是轉題曲 沒錯 我有份唱《難得有情人》 就是神奇小子的插曲 你覺得是合唱歌嗎 是呀 這首歌本身是關屬兒主唱 然後做了這套劇的插曲 公司都花了很多心機 想我和Archie來一個男女合唱版 那有沒有難度 因為那首歌有些前部唱 其實絕對有難度 一來就很擔心會不會和原唱很不同 觀眾未必受落 其次就是始終她本身不是一首合唱歌 突然之間要變成合唱歌 都要在編曲上或者是Key上面 都要奏很多 因為始終Archie是男低外女仔 Key上面如果合得不好 有機會是我太低音他太高音 就是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最後我們合了幾次 就是和監製都談過 最後都成功完成這件事 就非常開心 那你今次是不是和Archie會做情侶 做CP 是啊 我們是螢幕CP 那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 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 有趣的東西可以分享一下 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 有趣的事情 那時我記得我們拍外景 拍外景有時會在餐廳放飯 那我們就坐在車身上 原來它超大食 它是叫了一隻海南雞 然後再加兩個餐 然後我們兩個演員坐 因為那場戲只有我們兩個 我們坐 然後我看見那張桌子 這麼多的 然後隔壁的梳化服 Niko說 哇 你們倆吃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就說 不是呀 不是呀 她的 我吃這麼多 這些全部都是她的 我覺得挺搞笑的 我都猜她做不到 因為接下來 好像每晚都會來做一些Crosplay 會呀 會呀 我接下來都會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去Crosplay 因為上次都Crosplay了其中一個角色 就有錄上cover唱這個日文歌 都覺得很好玩 所以接下來如果動漫節 或者有其他動漫有關的活動 都會想再Crosplay去玩 那你現在是不是會自己再另外做一個頻道出來 就是唱歌呀 這些 是呀 是呀 盡量都會想做多一些不同的 音樂作品給大家 還有另外 我接下來 暫定應該6月會有一首 第二首派台歌 是的 到時候就 希望都 做多一些音樂的東西 給大家認識 可能除了演員之外 另一面的我 但是在活動上 你和Paymore 你私底下有畫的電影 你會做什麼 其實她是說的一場戲 不過那場戲就是 應該我印象中是十多集的事 因為之後都會說一下 究竟我和Ken哥是有什麼關係 之後都會出的 其實我和她的關係都非前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記得留意神奇小姐 和Ken哥合作害不害怕 其實和Ken哥合作是很緊張的 因為一開始 我們未熟的時候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慢熱的人 所以有時候會有 我很害怕車 口疼疼的 所以第一次和她合作 我都會有點緊張 都真的挺緊張的 不是一般的緊張 但她也很好 有時候 譬如那場可能未必有她 她也會看螢幕 會提醒我 有些小動作 因為我自己演員 未必察覺到 有時候可能很習慣 但她的眼睛可能會用力了一點 但原來鏡頭看出來 這樣未必好看 令到觀眾可能有一種 你是不是用力了 Ken哥就會立刻提醒 你這個位置 臉要放鬆一點 你不是瞇人那種 你應該要用一番 比較正確的狀態去說 我都立刻記在心裡 可能就算 那場口沒有Ken哥戴著我 我都會提醒自己 咦 這個位置臉部表情要放鬆 不要那麼緊張 我這樣 這幾排很多網友 看到你和媽媽去街 你會不會說 又要出歌 又要宣傳 會少了時間陪媽媽 尤其是離任又沒有親節 又如何跟媽媽一起出 是啊 我最近都是 其實我都多陪媽媽 因為始終 讓我想想 應該說 其實我是非常感謝媽媽 因為今天這個髮型 是我媽媽幫我做的 耶 很開心啊 因為今天 多多是一個七彩 蝦條大話妹 今天想做一個 彩色一點的感覺給大家 媽媽就幫我摘了這個頭 那些絲帶都是她幫我教的 你很親節會不會跟妹妹吃飯 會啊 一定會啊 我們已經在約 即是跟爸爸和妹妹的時間 看看那天去吃什麼 因為媽媽是喜歡吃 拖麵 還有喜歡吃中菜 所以現在都在密室 在哪一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